在主场大胜重庆思维之后,广州恒大迎来了两连胜,相比近些期之前三轮连赛不胜的惨状,如今对广州恒大堪称脱胎换骨,可以说直到现在这支球队还有了未免冠军的风范。 不过尽管广州恒大进气非常强势,但是接下来的几场比赛,对于他们才是真正的考验。 根据赛程安排,从第十五轮开始,广州恒大将在十三天内连续踢四个客场比赛,他们的对手分别是天津泰达、广州复利、长春亚太和河南建业,其中除了广州复利实力强劲之外,其他三支球队都是下游水平。 但是连续客场作战带来的疲劳,将会对广州恒大造成很大的影响。 事实上,尽管广州恒大在进两场比赛中打进九球,但是他们都是主场作战,如今死联赫的安排,可以说广州恒大的考验来了。 如果他们过不了这一关,那么随时有可能被积分保险列的球队拉大差距。 要知道,在此期间北京国安家连续踢四个主场,尽管他们的对手包括了山东鲁能和江苏苏宁,但是相信这支球队绝对有望取得四连胜。 至于上海上岗,他们的接下来四场比赛中,也有三次在主场出展。 广州恒大面临的困难无疑是最大的。 在目前的广州恒大镇中,镇治、高连、冯萧婷、于汉超和曾成等主力,都已经超过三十岁,由于整体年龄偏大。 接下来的连续课场比赛,卡纳瓦罗几乎肯定会做出轮换以及冒比赛状态。 不过这也会对球队的,要先造成影响。 在租借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之后,广州恒大的实力提升了一个当次,他们也让球迷看到了未免的希望。 不过接下来这支球队只有过了四连克这一关,他们未免很有戏。 否则,一旦被北京国安加温查拉大到两位数,以后这本赛季的状态来看,广州恒大想追赶就太难了。